大家在检查一下身份证 知情同意书都带了没有 中午没吃饭的同学到前面有点心 垫一点 不能空腹 春季学期开启 随着学生返京返校 目前北京高校已进入疫苗全面接种期 3月27号 北京大学在校生疫苗集中接种工作正式启动 当天下午 记者在北大校园接种点看到 现场设置了测温区 知情同意书签订及健康问询区 信息登记区 疫苗接种区 留置观察及应急处置区等六个工作区 各区域都摆放了统一标志的指示牌 学生们分时段分批次陆续进入接种点 按指引有序进行接种 在提前几天 学校和学院就是通知到我们具体每位同学提前做好防护准备 然后按照接种流程完成接种工作 所以在这个接种现场才是非常的 这个流程非常的高效 有效率 安排非常的 非常的有条理 然后接种现场也非常的 就是非常有序 我们是按学院 然后分批分时段的来进行接种 所以我们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整体加上流关的30分钟 大概也就50分钟就可以完成全程的这个接种过程 学生们表示 学校早前已通过各种渠道普及了疫苗相关知识 并了解统计了学生接种意愿 不少学生都希望尽早接种疫苗 即使保护自己 也在保护身边的每一个人 可能在两周前就接到了 反正学校 学院的话都是通过各个渠道 然后有这种线上公众号的这个宣传 还有宿舍走访这种活动 向我们推 就是介绍了整个疫苗接种这种工作 我们学院可能有90%的学生都选择了接种新冠疫苗 除了这种敏感体质 或者说有特殊情况的学生之外 大家都选择了接种新冠疫苗 我觉得大家接种意愿都是比较强烈的 大学生群体去接种 其实也带动了 比如说像我们的父母 家里的家人一起去接种 其实也是对个人 对整个学校的同学 其他同学都负责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防疫战略 巩固国家的这样一个防疫成果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加入到这场整个的防疫工作中来 然后也希望我们这次疫苗接种工作 可以使我们更加有信心 能够早日彻底摘掉口罩 接种点也有不少学生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现场王兴宇正手拿对奖机 穿梭于各个工作区之间 以协助接种工作顺利进行 我去年疫情期间我是家住武汉 也有很多志愿者和医务人员来帮助我们去度过当时最艰难的那个时刻 所以现在到了学校来呢 我就更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为抗疫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家都非常非常热情想参与这次志愿活动 之前在疫情期间我的自己的父亲也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 然后他也是在就高速路口 然后穿着隔离服在那里工作了很久 然后我也是想为防疫工作打疫苗这个工作 就是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 因为有这么多人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 然后我自己也能够做出一些小小的事情 据悉北大本次接种工作将于3月27号至28号集中开展 目前北京多所高校已陆续开始组织师生进行疫苗集中接种 截至3月26号 北京各高校已累计接种师生员工52万人